最近的天氣真的超級炎熱 今天要帶大家去烏來的福山部落消暑啦 不僅有平易近年的步道還能在西邊玩水 快跟著艾琳繼續看下去吧 Here we go 嗨 大家好 我是艾琳 我們今天來烏來這裡的福山部落 要來爬古郡步道跟西隆步道 是一個歐席 現在差不多是快8點 然後停車場已經停了差不多 一半的車 然後這也是私人停車場 收費是100塊 我們今天要走古郡步道 一直到蝴蝶公園 這裡會有點貢獎 然後再走西隆步道回來 是一個歐型 古郡步道的入口就在馬家寶餐飲的左邊 這裡 這個有花的入口 路線走起來目前是蠻平緩的 是碎石直路 走大概一兩百公尺之後就變成木站道 一小半木站道過後就要爬樓梯 看起來蠻陡的 樓梯旁邊有三拳鎖 大人冰耶 後面步道就會跟著古郡一起 古郡的水超清澈 這裡有一個觀景台 觀景台上來蠻大的 可以稍作休息然後有遮陽 上面有很多樹 蝴蝶公園這裡要左轉 上面也有一個觀景台 這裡比較開闊 這旁邊有超多鬼燈草 喵喜 觀景台之後 直走或者是右轉都可以到前面的復山頂觀橋 好 直走的路比較曬一點 右轉這邊是有遮陽的 景觀橋到啦 然後人數是現宰石人 然後這裡還有原住民的一些石塵 其實我覺得很可愛 帶大家去看看上面的風景 橋的另一端就是西隆步道 西隆步道這裡是小上坡 然後路徑比較原始一點 這邊大家可以下來跨到的角色 然後我們下來要在這樓要請外離開 後段這裡要爬樓梯 樓梯一小段也沒有到很累 山木區這裡有露營區 西隆步道的後段就是產業道路 會接回剛剛那個餐廳那裡 最後是來到這個護漁區 下面都超多魚 超大隻 我們完成今天的行程啦 那我覺得古郡步道跟西隆步道很適合半日遊 而且也很涼爽 夏天很適合來消暑喔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 非常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